你前天晚上你在那和你爸在那打架 我早就不和你打架了 我知道我打不赢你了 你知道吧 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民警赶到时 万先生的妻子情绪比较激动 为了不让矛盾升级 民警先让夫妻俩回避 我说我不想出去玩了 然后他们说可以 那就把手机电脑手表 还有电视的数据线给拔掉 然后我就说可以吗 你们把网断了都可以 然后他们又开始申请 万先生的儿子今年12岁 读六年级 我是去每家屋子委员 还有情绪师弟呢 老是去同一个地方 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大家家里玩游戏 是吧 我没有说我要玩游戏啊 我说了他可以帮我网断鸟的 父母跟你有没有动手的 没有 没有 今天我没等他们 他们没打我 孩子说因为玩手机的事情 他跟父母每天都要吵架 一个班多少人 三十多个人 之前好现在不好 你排多少 之前还有优良的 现在全都很恶神 为什么 我们的手机在那玩 一个学习比一个学习长 游戏玩多了 首先你作业可能没时间完成 其次你晚上休息也休息不好 第二天上课想睡觉 东西也听不进去 是不是 民警告诉孩子 长时间玩手机 不仅耽误学习 还因此和家人吵架 更是伤了感情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一篇课文 一个小孩 他跟那个人交了一个朋友 然后他父亲跟他说 你每次 你每伤害他一次 你就拿钉子往一个 往木板上 扎个洞 扎进去 等什么时候 你们两个缓和了 再把这根钉给拔出来 确实朋友之间发生了很多争执 他们之后缓和了 好好把钉子拔出来 但最后结果是什么 木板上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洞 有的东西可以弥补 但在心理上 永远是造成了一点的伤痛 气氛缓和下来 夫妻俩也凑了过来 为什么我一定要带你出去 是因为他的整个精神状态 我觉得不够好 小孩子爱玩这个天气 但是你要控制 妈妈说 儿子平时不怎么跟他们沟通 只要捧着手机 就能在房间里待一天 为了多让孩子出去走走 他也是绞尽脑汁 我上班有时候也偶尔都在摸鱼 摸鱼干什么呢 就是在看 去哪儿好玩 为什么我去西西斯蒂 因为人家说西西斯蒂 梅花开了 很好看 并不是说我不征求你的意见 我就想问一些 你想去哪里呢 经过民警两个小时的沟通 双方的心结也解开了 这孩子也觉得自己的可能情绪有点过激了 然后爸爸妈妈那边也觉得说 平常跟孩子沟通可能比较少 那么以后也会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 那么当天下午呢 他们是一起去外面玩了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